希望請各位就是下載那個 我們在範例檔 記得在雲端白板的下方這邊 02有個範例檔 裡面會有一個叫全程由於例子把它下載 我剛剛已經下載 並且把它解壓縮 解壓縮到我們同樣的目錄底下 我是建議裡面盡量不要有任何的 再多一層目錄 否則的話你會目錄裡面還有目錄 因為解壓縮好像它會多一層目錄 所以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來的話 當然如果我今天要開三重這個檔的話 其實在那個 剛剛講過 城市其實只要什麼 只要三行就OK了 哪三行 記得吧 如果只要開三重的話 那我開一個新的module 全程由於例子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開那個檔案好了 我這底下先註解掉 比如說我要開三重 但問題就是說我如果要全部開的話 open 刮鬍有沒有 然後再來的話就跟它講路徑 所以如果你要開什麼 開那個三重這個檔案 如果我先開一個 那底下就跑回圈 所以你可以改寫一下 那我是建議 路徑的話建議還是用複製貼的 比較保險 貼到這上面 前面加一個小R 後面的話再加一個 更目錄 底下的話就是跟它講說 我要開什麼 開這個全程由於例子的這個檔 那如果說我要把三重的資料 先print的出來的話 那當然第一個ok了 把它open 後面記得就加一個 到底你是要讀還是要寫 所以逗點 再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R模式 那如果說呢 假設說這個資料是從google下來的話 就要encoding等於 那因為這不是 所以後面不用加 接下來的話你就什麼 用f物件的一個方法叫什麼 點什麼呢 點read就可以了 就要讀 read read的時候 它會return一些東西給我 所以我前面要接 比如再加s s等於什麼 read的結果 那我只要什麼 把它print的出來 把這個s把它print的出來 那這個時候呢 當然我的什麼 我的三重就被我讀取出來 有沒有 ok 但 這個是讀啦 可是我們的需求沒那麼簡單 因為裡面有25個檔 所以你需要什麼 把這個地方的路徑 應該25個檔 你要把它做變化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需要一個串列 然後串列外面包一個回圈 然後每次就讀三重.tst 中立.tst 然後丟到這邊來 讀 那讀完之後要寫嘛 所以寫的話呢 我們前面有講過 你可以把它寫出去存檔 有沒有 特別說寫出去的話 你用A模式 給它一個檔 比如說像o.tst 那它就會幫我把全部的檔案 通通把它做輸出啦 不過 這個檔案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的話 我已經把後面部分已經做完了 所以我底下我先run一下 這個地方 那要怎麼樣把所有的檔名通通都 有沒有 List 三重.tst 中立.tst 一直到最後一個 好像縫3吧 OK 有沒有 全部都放在這個串列裡面 好 不過你會想這怎麼做 OK 這 好 OK 待會再講 那我就用for i 這個in range 然後從0有沒有 第0一個 到它全部一個一個 再把這一個名稱讀到之後的話呢 放掉List 有沒有 然後 然後 因為 後面沒有這個不用strip 把這個拿掉 那把它串在這個後面 把它串成一個路徑 放在這邊讓它去讀取 或者你直接放在這裡也可以 R模式read 關鍵的地方如果要寫出去的話 那我可以把它什麼 第一個fw fw就寫出去 open 那個一個新的檔案 所以特別注意 這邊指的是我要把它存到哪裡 存到這個根目錄底下有個old.tst 然後面關鍵的地方就是這個a a的話是等於是什麼 append的模式 放到下面放到下面 然後後面的話呢 就把資料 把這個c 放到這邊寫出去 所以如果這樣來跑跑看好了 知心 你會發現它出現合併完成 那在根目錄裡面的話 應該會多一個叫old.tst 打開來 裡面的話刪 應該不是這個 我把它刪一下 ok 剛剛可能我要跑過 跑過一次 好吧 再執行一次 執行 ok 合併完成 那打開的話呢 基本上 就會先放什麼 放三重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中立 因此類推 全部把它放進來 那至於要怎麼做 請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這邊最重要就是一個讀 一個寫 一個回圈 加一個串列就完成 但是這裡的話 比較麻煩的部分 就是這個檔名我怎麼取得 你總不可能說 我一個一個慢慢自己敲吧 那不合理啊 有沒有 當然沒有辦法 你還是得自己敲吧 可是呢 如果你有辦法的話 你就要 可以看有沒有什麼方式 幫你自動產生 ok 所以呢 待會的重點就是在這裡 如何自動幫你產生那個清單 ok 那請各位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好 謝謝